艺术家能用不同的方式创造让人惊艳的作品 Tilla西班牙有一位Dia Andoni Gasterica的艺术家 他最擅长用沙子创造各种各样的动物 这些动物雕塑树栩如生 远远看去就像活的一样 他在沙滩上堆砌猪牛、马、狗狗、章鱼等动物 游客们还以为真的有动物来到沙滩玩呢 强壮又温馴的牛 连蹄的部分都做得很精细 这只马儿身上的花色很可爱 狗狗还以为遇到同类了 大章鱼搁浅啦 快来救救它 海洋生物雕塑的颜色都神还原 大象玩得很开心哦 海龟也来到岸上啦 救人哦 这里有鳄鱼 大鲨鱼上岸啦 黑白照看起来更逼真了 狗狗一脸疑惑 爸爸要把这只趴在地上的狗狗带回家吗 这只鳄鱼看起来很温馴 海洋垃圾会害到海豚 这是人鱼吗 跟传说中不太一样啊 为了海龟 请少用塑胶制品 它睡得很香甜 Q的 你好啊 小朋友 码头的鸡肉纹里 五官等等都做得超好 人形雕塑也很还原 连皱纹都没有忽略 不要靠近它 离得远一点才安全 懒洋洋的雄狮 肝膏你好像很喜欢制作鳄鱼雕塑 这只脚像睡着了 什么时候能醒过来呢 白鸡怎么睡在沙滩上 小朋友和他的毛孩朋友 他还调皮兔舌头 这只狗狗正在开心玩球 谁能相信这是用沙子制作的雕塑 两只狗狗互相作伴 不会孤单 巨人的手掌 延伸阅读 来源Instagram